我们看清空剧的时候就会发现 在紫禁城的宫门上都会有满汉双语的文字 一般比较考究的电视剧里还会特意加入满语的内容 甚至连圣旨里都会有满汉双语 但是一到登基大典或者是上朝的时候 大殿的中央永远都是汉字 压根就没有满语 甚至在替发义服被强行推广之后 作为大清国俗的满语 也没有取代汉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那满语为什么没有被推行呢 我们先说满语的历史 满语是东北亚地区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 理论上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之 发音是来源于早期东北的速圣一楼人 可书写的文字是在蒙古文字母的基础之上 加以改进而形成的一种数值书写的拼音文字 虽然与蒙古文有关 但这两者根本无法进行沟通 满语作为文字诞生也很仓促 1599年 罗尔哈士为了提高建州人的知识水平 命额尔德尼等人将蒙古文字母建来 创造满文 也就是说满文不是随着文明发展而起来的 而是出于政治目的才被瞬间创造的 一个文明的语言从诞生到推广 原则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 逐渐成为一个文明体的共同文化 那么与进化了几千年的汉语相比 满语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萌生到进化的过程 再加上使用起来它并不方便 满人它自己书写的时候就经常出错 比如乾隆十三年 复查皇后去世 皇后记文当中在满语进行翻译时 大臣就把皇后给催上了太后 给乾隆气得直冒烟 好家伙皇后的记文都能搞错关键词 我们今天看汉语的文脉 虽然它延续了几千年 可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 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扫盲和推广普通话 所以就算大清真的推广满语 估计就算大清亡了 那也很难推广起来 就算这个满语它真的很方便 那在面对数十余己的汉人群体面前 满语也只能是小众的落后文字 谢谢大家